嫡姐冒领了我的救命之恩,嫁入东宫。她怕我说出实情,将我流放边关。边疆苦寒,我的手被动废,无法再施针救人。后来太子病重,将我请回京中问诊。这世间,唯有我能救她,可我已不能持针。嫡姐不信,求我保住她的太子妃位。她不能死,她死了我就要殉葬,你一定能救她的。 我笑了。姐姐,明年清明我会去给你烧纸的。殿下的病,民女治不了。我抽回手淡淡道。杀账内的男子身形消瘦,气弱油丝,已经是强弩之末。 长姐的脸色瞬间煞白,她身形不稳,被丫鬟小心扶着。你知你怨我,但储君的性命关乎国作,你怎能儿戏?长姐就是杀了我,太子殿下的病我也无能为力。 我是死过一回的人,所以我不怕死。但这富贵福窝里的人打出生起,就没过过一天苦日子,他们比谁都怕死。 沈云长本想发作,可是一旁的嬷嬷给她使了个眼色,她只好陪着笑脸拉住我的手。 方才是我着急了,长姐怎么会忍心伤害你呢?你在庸州这几年,我十分挂念你。 是啊,她挂念我的方式就是隔三差五拍杀手来取我性命。 我直言,幸好我命大,不然都没机会站在长姐面前。 你是赵神医的关门弟子,这世上若你都不能治,那殿下的病还有谁能治呢? 沈云长说得对,我师父是金针门唯一的传人,他手中的金针让谁活到四更,阳王便不敢三更带人走。 自师父三年前被沈云长害死后,我变成了世上唯一会金针的人。 可我的手已经不能持针。 沈云长还不死心,继续劝我,我这个位置本该是你的,等殿下好起来,我便奏明殿下引你入东宫,有你做太子妃,我做侧妃。 这倒令我颇为意外。 沈云长不远万里,将我接到京城,不就是为了给太子治病,保住她的太子妃之位? 她怎么甘心,这么轻易让给我? 不对,看来她看中的东西必然比太子妃之位还重要。 这我倒是好奇了,长姐说的这些,我都不感兴趣。 我看了一眼仗中人,我可以先开一副药,给殿下服下,能吊住她的性命。 沈云长激动得快要哭出来,忙给我指了两个丫鬟去帮忙。 我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拖住她一时半刻。 毕竟我要令当年的事真相大白,更要让沈云长血债血偿。 眼前这个半死不活的男人,其实三年前我就得过他性命。 当时我陪着师父去山中闭关,采药的途中遇到了重伤的男子。 秉着医者人心,我就治了他,给他为了只有两粒的还魂丹。 谁知过了几日,太子殿下竟满城找人,我才知道当日我救下的竟然是我们大梁的储君。 沈云长很聪明,一下子就猜出来那日山上的人是我。 大夫人和父亲一起将我抓回家里,轮番上阵劝我。 你只是个庶女,即便入了东宫也只能做个侍妾,而你长姐是嫡女,她有望做太子妃。 你要为家族荣耀着想,不能跟你长姐抢。 我本就不打算进宫,所以不在乎长姐是否顶替我嫁给太子。 长姐如愿打败一众贵女,嫁入东宫,成为太子妃。 或许是一切太顺利,让她觉得不安心,她便将目光放在我身上。 师父的医馆接诊了几个病人,并不算严重的病症,谁知过了一夜,竟然全都暴毙身亡。 有人报官说,我们行医不当,害死人命,连五座厌果都说是医馆的过错。 师父行医救人一辈子,从未出过差错,她一时自责羞愤,投何自尽。 而我在沈云长的求情下,并未问斩,也没有连累家里人,只将我一人流放到雍州。 出到雍州,我便遇到了伏击,我常年在山中采药,所以体力异于常人,一路逃避追杀,躲进了山里。 但雍州的冬日寒冷刺骨,我在外躲了一夜,裸露在外的双手,被动得失去知觉。 即便后来,我用了各种药草泡手,我的手还是无法恢复,在拿东西时会不住地颤抖,再无法持针。 可以说,是沈云长自己断了她今日的退路。 太子服下我开的药后,病情已经暂时控制住。 虽然还没醒来,但连太医都说她比前几日要好多了。 只有我知道,她内里已经虚空,最多能撑一个月。 自我回来,就一直被拘在东宫里。 沈云长只给我的丫鬟半夏名义上来帮我,实际上是替她监视我。 今日是叶将军回京的日子,我得想办法出去一趟。 我掀她药灌,故作惊讶,半夏,你是怎么做事的? 我就是按照二姑娘你的吩咐煎药,并没有问题啊。 半夏莫名其妙地跑过来,这些药都煎坏了,我必须跟长姐去说一声。 我说着就要出门。 平日里,沈云长在东宫里作威作福, 对下人极为严苛。 若是让她知道半夏把药煎坏,必定会打死她。 半夏吓哭,跪在地上死死拽住我的裙摆。 求二姑娘别告诉太子妃,饶了奴婢一条命吧。 让你重新煎一副药道也可以, 但我看你的心思也不在煎药上, 我还是禀明长姐去换个人来。 言罢我抬脚就走。 半夏忙发毒誓,这次奴婢绝对寸步不离, 若再煎坏您就一剑杀了奴婢。 一剑杀了她,总好过在沈云长手里虐待而死。 我的目的达到, 只好勉为其难地再给了她一次机会。 平日里,我让半夏煎药, 她总是偷偷跑出来监视我, 我正好借此机会给她教训。 她今天煎的药被我动了手脚, 不论她怎么做都是坏的。 重新换过药材后, 半夏当真寸步不离的手在旁边, 也顾不上监视我。 我终于能找机会离开东宫。 谁知我才刚溜到脚门, 就看到一行内行司的工人带着宫中侍卫直奔我们这边而来。 什么情况? 南无城是来抓我的。 我悄悄跟在她们身后, 打算先去看看情况。 为首的内行司女官是来传旨的, 东宫女眷全都跪在门口接旨。 传太后口谕, 所有东宫女眷在太子殿下痊愈前都不得离开东宫, 自今日起由侍卫看守宫门, 任何女眷不得随意出入。 太子得的又不是疫病, 为何太后不许他们离开东宫? 而且旨一传下来, 所有人的脸色都不是很好, 尤其是沈云长。 两个嬷嬷一起才将她搀扶起来。 传旨的人才刚走, 一位东宫侍却就哭天喊地起来。 太后这是真打算让我们所有人为殿下殉葬了。 她一哭, 其他众人也纷纷落泪着急。 殉葬? 原来是这样? 我恍然大悟, 怪不得沈云长不远万里把我接回来, 甚至还愿意将太子妃之位让给我。 毕竟性命才是最紧要的。 沈云长虽然脸色惨白, 但依旧端着正式的架子, 狠狠斥责了那几个挑事的。 哭什么? 殉葬是组织不容为逆, 殿下宠了你这么多年, 难道你不愿意一直陪着殿下? 今日起, 所有人都在房中为殿下诵经祈福, 不得随意走动。 太后只让他们不许出东宫, 沈云长直接给他们禁足。 想来她早就想整治这些女人了。 沈云长带着下人走后, 那几个侍妾凑在一起嘀咕她。 装什么呀? 谁不知道她怕死, 连远在边疆的树妹都给叫回来了, 就为了给殿下治病。 不过看殿下的病是好些了, 或许她树妹真的有本事呢? 我在心中冷笑, 巧声离开。 我守在前朝官员下朝的必经之路上, 穿过人群, 果然看到了一抹挺拔的身影。 叶小将军, 叶九霄, 是我在雍州认识的朋友。 他是雍州守备的统领, 叶家军如今的主帅。 我被沈云长接回京城前, 他告诉我让我别急, 他也要回京树职, 到时在与我碰头。 远远的叶九霄便看到了我, 静止向我走来。 在看到我的时候, 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艳。 在雍州时, 你尝着男装, 我一直将你当兄弟, 不成想你换上女装, 竟有些认不出来。 叶五九霄说着, 脸颊泛红。 我尴尬地清了清嗓子, 我如今被困在宫中难以脱身, 有一件事还要劳烦叶兄帮我, 只是此事可能有些困难。 叶九霄很是爽快, 若非沈姑娘悉心救治, 去年的瘟疫 足以要了我军中大半兄弟的姓名, 你的事就是我们叶家军的事。 叶九霄生性纯善直爽, 我的事他基本都知道, 也包括我想为师父报仇的事, 于是我也不和他绕圈子。 当日有一位武作 曾验过那几位病人的尸体, 说他们是因我们医治不到而死, 如果能找到当时的武作, 或许能探明真相。 行, 我替你去找。 叶九霄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他毕竟是外臣, 不好在宫中逗留, 我们说完话他便赶紧离开。 我这次回京就为了两件事, 一件事让沈云长血债血偿, 另一件事为我师父证明。 他不是雍医, 是百年难遇的神医, 因为我并不是太子的内眷, 所以太后下的禁足令对我没用。 我跟门口的守卫亮明身份, 巧声回到了我的院子, 半下还在聚精会神的煎药, 根本没发现我离开。 煎好药, 我便亲自端着药碗, 去了太子屋里。 按说沈云长应该在一旁是急, 但他怕辛苦, 几乎没来过。 我先开纱仗, 床榻上的男子, 脸颊消瘦而苍白, 长洁息动, 他缓缓睁开眼睛。 参见殿下, 我赶紧跪下行李。 太子与文睿静静注视着我, 像是在思索, 自己是否见过我这号人。 你的声音, 姑觉得很耳熟, 我们之前是否见过。 他的声音带着倦意, 却有着不可抗拒的威严。 我将脑袋埋得更低, 否认到, 民女只是来为殿下医治的医女, 之前并未见过殿下。 如今我手中没有确凿的证据, 垂死沈云长, 还不能轻举妄动。 更何况, 我在雍州也听闻太子和太子妃抗力情深, 若我现在揭发沈云长, 难保太子不会直接杀我泄愤。 半晌, 我头顶传来一声微弱的叹息, 姑的病, 有劳了。 太子醒来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东宫。 之前谁都不愿意来施急, 如今倒是全都抢着来照顾宇文睿。 一时间屋子里热闹极了, 沈云长都被挤到了外面。 最得宠的莫美人在宇文睿身上哭得梨花带雨。 太子妃为殿下着想, 让我们禁足在房间为殿下祈福, 臣妾已经三日未尽水凉, 终于把殿下判醒了。 宇文睿本就病态的脸, 又苍白了几分。 她皱眉看向沈云长, 孤的病与他人无关, 太子妃不要迁怒他人。 沈云长赶紧跪下解释, 臣妾只是让他们在房中祈福, 并没有不许他们吃东西。 你总是这个样子。 宇文睿无奈地将头转向另一边, 看样子是不想再跟沈云长说话了。 我看到这一屋子的人, 劝说他们出去一些, 不然屋子太闷, 不利于太子养病。 可是没有一个人挪动地方, 甚至莫美人还误会了我。 谁知道你是真有本事, 还是被谁故意带进宫来分宠的。 莫美人说话时, 眼睛不住地往沈云长那边瞟。 沈云长也有气, 毕生斥责我,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滚出去, 不许多言。 好吧, 既然他们坚持, 那我滚。 我刚滚出去不到半个时辰, 太子身边的近视又巴巴地将我请了回去。 因为莫美人这个疯女人, 给太子为了催情药, 只有生下黄色的女人才不用殉葬。 宇文睿服下药后, 直接两眼一番, 昏死过去。 我赶去的时候, 莫美人正衣衫不整地跪在地上痛哭, 沈云长的嬷嬷, 在一个接一个的扇巴掌。 我给宇文睿服下一剂汤药, 虽然他没有醒过来, 可是脸色比刚才要好很多, 呼吸也平缓了。 沈云长从始至终都在一旁看着, 见宇文睿好转, 也没有开心起来。 莫美人已经被打成了猪头, 沈云长缓缓走进他身前。 你不是很猖狂吗? 如今也落在本宫手里, 谋害太子罪不容诛, 黄贵妃娘娘已经下令让我处置你。 莫美人的眼中写满了恐惧。 沈云长轻蔑地哼了一声, 砍了他的手和脚, 丢到乱葬岗里喂野狗, 记住别给弄死了。 莫美人被生生拖了出去, 院中很快传来他凄厉的惨叫。 沈云长又似笑非笑地看向我, 之前妹妹不是说没有办法医治吗? 为何殿下又醒了? 原来刚才他在杀鸡井猴, 我就是那个猴。 几个身强体壮的老嬷嬷将我围了起来。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以前在家中时, 沈云长每次不爽快就会打我泄愤。 沈云长愤恨地瞪着我, 骂道, 见毕生的见体子, 真是拉你不走, 打你倒退。 我看你是存心, 不想给殿下医治。 我毫不畏惧地与他对视, 我再说一遍, 殿下的病, 我治不了。 沈云长临走时放下狠话, 你等着, 我有办法让你听话。 黄贵妃照我觐见。 当今圣上自相皇后去世后, 就一直没有利后, 如今整个后宫都在黄贵妃的把持下。 宇文睿就是黄贵妃的亲儿子。 大殿内, 坐在高位的女人雍容华贵, 不怒自威, 眉眼间与宇文睿有几分相像。 你便是为太子诊治的医女。 我跪在地上, 低垂着头, 回黄贵妃话, 民女正视。 大胆, 黄贵妃突然将手中的茶盏向我摔来。 我没有躲, 茶盏打在我的额头上, 瞬间一股温热从我头上流下。 我抬眼看到了站在黄贵妃身边的沈云长, 她正一脸得意地望着我。 好啊, 看来是她跟黄贵妃告的状。 民女不知何罪, 还请娘娘明示。 黄贵妃眸中窜着怒火, 冷声道, 难道不是你为了妖宫 故意拖着太子的病不治, 害得太子再次昏迷吗? 可笑, 黄贵妃不是知道莫美人做的好事吗? 怎么还能怪到我头上? 我直起腰板, 大声解释, 民女的姐姐便是东宫太子妃, 就连民女的身家性命都与殿下息息相关, 实在没理由故意不整治, 之所以治不了, 实在是内有隐情。 这下, 沈云长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毕竟我之前没有跟她透露过分号。 什么隐情? 黄贵妃不耐凡问, 当着众人的面, 我掏出了随身携带的金针, 从中抽了一根出来。 捏着针的手不受控制的颤抖, 根本无法落针。 若沈云长之前仔细观察我, 就会发现我从未在她面前拿过东西。 民女师成金针门, 若能持针有五分把握将殿下治好, 可如今我双手已废, 确实无能为力。 还不等黄贵妃开口, 沈云长就先高声质疑, 不可能, 你之前没有这个毛病。 不错, 正是在流放的时候遭遇歹人, 这才坏了双手。 沈云长闻言, 整个人都正住, 想来是在思考那些歹人跟她的关系。 黄贵妃找来太医为我看守, 太医也为我作证, 我的手确实废了。 沈云长不可置信地小声重复,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她的手怎么能废了呢? 我跪在地上, 向黄贵妃重重地磕了个头, 郑重其事道, 有一事民女不敢欺瞒。 黄贵妃此时已经心灰意冷, 抬手示意我说下去。 民女在为太子医治的时候发现, 殿下并非突发恶极, 而是中毒。 我师父早年间曾救过同样的一位病人, 故而我也会医治治法。 但我在回京之前, 却遭遇了歹人袭击, 民女认为派去刺杀臣女的人和谋害太子的, 应该是同一个。 我刚说完, 沈云长就立马呛声, 不可能, 杀你的人怎么可能和害殿下的是同一个? 当然不是, 因为都是我瞎编的。 回京前并没有歹人害我, 可只要黄贵妃查下去, 就能查到这几年一直有人要杀我。 她自然会将始作俑者当成害太子的凶手。 果然, 在听完我的分析后, 黄贵妃原本淡漠的模子中又重新燃起怒火。 沈云长乱了阵脚, 她派人去弄死当年的武座, 却不知叶九霄一直在跟着她的人。 关键的时候, 叶九霄将武座救下, 交给了黄贵妃的人。 黄贵妃娘家长刑玉, 没多久就将当年的事审了出来。 武座一五一时交代了当年的事。 当年沈云长身边的妈妈给了她不少银子, 她当时验出来那几个病人是被毒死的, 可她还是说是被师父医死的。 审讯的人又抓了沈云长身边的下人。 沈云长的妈妈被捕后, 也抖落出不少东西。 最要紧的, 就是这些年, 沈云长一直在派人去雍州杀我。 要不是我有叶九霄这样的朋友在, 她是已经死了一百回。 黄贵妃亲自提了沈云长去审问, 我这个苦主也捎带着一病去旁听。 沈云长在殿内科的头破血流, 母妃名剑, 而沈冤枉都是黄妈妈一人做的, 而沈真的不知道。 在场的都是修炼了千年的狐狸, 这话谁都不信。 一个老妈妈没事闲的跟家里的树小姐 过不去做什么? 只是黄家要顾及脸面, 黄贵妃只想知道沈云长是不是害太子的凶手, 旁的人她并不在乎。 殿下是而沈的天, 而沈没有理由害她, 更何况若尔臣真的要害殿下, 为何千里迢迢将沈云昭接回京城? 沈云长还不算笨, 这个时候头脑清晰, 分析利弊。 果然她说完, 黄贵妃开始思考。 我在一旁悠悠地说, 我听闻殿下已经病了半年有余, 若长姐一心为殿下好, 为何一个月前才来雍州接我? 莫不是因为听了殉葬一事, 我的话给黄贵妃提了个醒, 沈云长不是真心为了太子, 而是为了她自己的小命。 这下沈云长彻底丧失理智, 指着我怒道, 当日我就该把你和你师父 一起扔进河里喂鱼, 免得你今日挑拨我与母妃的关系。 师父, 扔进河里? 竟然是这样? 世人都以为我师父是畏罪自杀, 不成想是沈云长这个歹毒的女人, 杀害了她。 仅仅为了一个太子妃之位, 我控制不住一枪怒火, 上前跪在黄贵妃前。 这世上为二能为殿下医治的人都被沈云长谋害, 民女实在怀疑她的用心, 还请娘娘明察。 我说着, 在大殿上磕头不起, 沈云长委屈, 我没有害殿下。 那你倒是说, 为何要害我与师父? 难道不是故意断了殿下的后路? 我将沈云长逼上了绝路。 她在谋害太子和骗婚替嫁之间选了后者, 她将三年前自己是如何替嫁来的东宫, 以及担心我会说出实情, 才派人害我的事讲了出来。 她说完, 明显黄贵妃的脸色好转了一些, 儿臣只是一时糊涂, 求母妃看在这些娘儿沉浸心服事的份上, 饶恕儿臣。 眼见着黄贵妃开始犹豫, 殿外突然传来一道浑厚威严的声音, 她简直是罪不可恕, 看到来人, 殿内的所有人都跪下相迎。 皇上听说黄贵妃正在审太子妃, 此事关乎储君, 她下了朝便也来听音耳朵。 谁知在殿外听到了全城, 皇帝是个赏罚分明的明君, 当即下令费了沈云长的太子妃之位, 打入宫中地牢, 等到此案全部审理结束后, 再定夺她的生死。 沈云长被关进地牢后, 我买通守卫, 去看过她一次。 这里是关押范事工人的地方, 因为沈云长之前作威作福, 得罪了不少人, 所以现在都来落井下石。 她住的是最破的监牢, 地上只有甘草, 上面还有老鼠留下的粪便。 沈云长落寞地靠坐在墙边, 落在外面的双手双脚都是伤痕。 沈姑娘您快些, 等一下有人看见就不好了。 守卫客气地对我说, 地牢阴冷, 我给守卫们一人拿了一瓶 缓解关节痛的药膏, 他们便允许我进来探监。 沈云长见识我, 咬牙骂道, 和你娘一样, 下贱胚子, 就知道蛊惑人心。 我娘是被大夫人戳磨死的, 一直到死都小心翼翼, 生怕会连累到我。 她用自己的死, 求来了大夫人送我去学医。 可是, 我娘哪里知道, 他们让我学医, 不过是希望日后长解进宫后, 我能成为她的左膀右臂。 我走进监牢, 居高临下服侍着沈云长。 我从未想过, 要与你争太子妃之位, 甚至我对宫中的生活厌恶至极, 可你就是不信。 沈云长将头扭到一边, 我没错, 娘说过你的命不值钱, 我想杀就杀。 我冲上去, 一把揪住她的领子, 逼着她与我对视, 一字一顿, 那他们呢? 那些病人何姑, 我师父何姑? 只为了你的荣华富贵, 就能是他人的性命如草芥吗? 沈云长一把推开我, 像无理取闹的志童一样哭喊, 我没错, 都是你们拦我的路, 你们都该死。 她从来没有长大, 任性妄为, 自私自利, 真是没救了。 在审讯她身边丫鬟时, 我才知道。 当年师父被诬陷后, 坚持要重审, 甚至去衙门外敲了鼓, 沈云长怕事情败露, 这才痛下杀手。 沈云长, 我会让你为我师父偿命的。 临走时, 我给沈云长的监牢, 撒了些药粉, 这些药粉不会要人性命, 却能吸引蛇鼠。 没多久, 地牢中便传来 沈云长感染重病的消息。 小老头, 你看到了吗? 我为你报仇了。 你怎么那么傻, 明明不是你的过错, 你却自责地气血。 我依旧被黄贵妃 留在东宫为太子诊治。 太子是个好人, 这些年推行过 很多立国立民的好事, 救不了他我也很难受, 只能竭尽全力 让他在最后的日子少些痛苦。 皇帝的人时常来探问太子的情况, 还让我安心医治, 即便日后太子真的有三长两短, 也不会问罪。 这日, 一个小黄门偷偷摸摸地找我, 说是叶九霄有事约我一件。 叶九霄不会轻易冒险来找我, 肯定是出了什么事, 我赶紧跟着那个小黄门离开。 我跟着他来到一处僻静的宫市, 一进去就被人从后面打晕。 在醒来时, 我正在一处金碧辉煌的宫市, 这里我熟, 是黄贵妃的寝殿。 黄贵妃她老人家, 正端坐在我前面的床榻上, 一双凤眼阴侧侧地盯着我, 民女不知自己又犯了何罪。 我卑微地跪在地上, 已经十分熟练。 黄贵妃娇哼了一声, 你又骗本宫, 你手中还有一颗还魂丹, 为何不献上来? 看来又是沈云长告的状, 真是在地牢还不消停。 我攥紧双拳, 强忍住眼眶中的泪水。 娘娘可知, 为何黄昏丹这样的好东西? 世间只有两颗。 黄贵妃脸上果然露出不解的神色, 为何? 不要糊弄本宫。 因为黄昏丹的药材难寻, 师父当年只烧出两颗, 我与她一人一颗, 留作关键时候续命用。 民女的那颗三年前给了太子殿下, 因为殿下是民主, 民女无悔。 而师父的那颗本就属于她, 在她从河里被捞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喂给她了。 黄贵妃不可置信, 可你师父被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死了。 是, 但民女仍相信会有一线生机, 就像娘娘对殿下的爱护之情。 师父被捞上来时, 浑身被泡得浮肿, 面目全非, 所有围观的人都在干呕。 只有我拿着那颗还魂丹, 一遍遍地往她嘴里塞。 我师父一生从阎王爷手中, 就会无数人的性命, 我盼着这一次, 也能将她从阎王爷手中拉回来。 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颗还魂丹跟着师父一起下葬, 从此以后, 世间再没有人会炼制。 即便是我也不知道。 如果沈云长没有赶尽杀绝, 或许他如今还能给自己换的一线生机。 想是知道, 我已经毫无用处, 黄贵妃疲累地冲工人摆了摆手。 他们不会那么好心送我离开, 大抵是要取我的性命。 毕竟我知道的太多了。 工人端给我一杯酒酒, 我听话地接下。 民女临死前, 有一个心愿, 求娘娘看的民女曾救过殿下一命的份上, 大于民女。 黄贵妃缓缓开口, 说说看, 民女希望娘娘能为我师父赵光阴证明, 她没有致死人, 她不是拥医。 片刻后, 黄贵妃恩了一声, 算是对我的回应。 那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端起酒杯, 打算一眼而尽。 就在酒杯触碰到我唇边的时候, 突然店外跑进来一个黄门, 打断了我慷慨赴死。 娘娘, 太子殿下醒了, 点名要见沈姑娘。 宇文芮醒得还真是时候。 快快, 把她的酒杯拿走。 黄贵妃急得从椅子上起来, 恨不能亲自来掀了我手里的酒杯。 日头正好, 宇文芮靠在床边, 端着要碗喝药。 她自生病以来, 头一回起身自己喝药, 看得黄贵妃热泪盈眶, 以为她已经转好。 可我知道, 太子殿下已经是迷留之际。 这一切不过是回光返照。 她半生都在为设计操劳, 焚高计鬼, 本就消瘦, 如今更是受得脸颊凹陷。 母妃别哭。 宇文芮抬手帮她母亲擦去了脸上的泪痕。 她又看向我, 眸子中闪着我看不懂的情愫。 姑想起来了, 你的声音就是三年前救我的姑娘。 我跪下说了一通吉利话, 却在起身的时候悄悄抹了把眼泪。 老天爷真是不公平, 像我师父和宇文芮这样好的人, 为何要早早收走他们的性命? 宇文芮像是知道自己天命不久, 开始一一交代自己的身后事。 母妃, 孩儿宫里的那些侍妾照过臣尽心尽力, 他们还正值青春, 还请母妃奏名父皇, 不要让他们殉葬。 另外, 孩儿不希望到了地下还要背上因果, 所以请母妃不要迁怒任何人。 她说这话的时候, 看的却是我的方向。 只子莫如母, 她知道皇贵妃肯定不会放过我。 皇贵妃纵是再不甘心, 却也点头应下。 宇文芮又虚弱地喘了口气, 继续说下去, 只是儿臣与太子妃情深义重, 还请母妃准许, 在儿臣死后, 让她殉葬。 殉葬? 我震惊地看向太子, 她的脸上却并无波澜。 她能猜出我是三年前救她的人, 想必这里面的弯弯绕绕 也都知道了大概。 她选择拉沈云长一个罪人殉葬, 何尝不是在惩罚她。 好好, 你说的本宫都依你。 皇贵妃搂着宇文芮, 她怀里的人一点点卸下力气。 太子轰氏, 东宫侍妾们都被放出宫去归还本家, 而那些为太子医治过的衣冠也没有受到牵连。 只有沈云长被拉去殉葬, 听说她死的时候并不平静, 壮若疯癫, 口无遮拦地骂了许多人。 她最后骂的是她母亲大夫人, 怪她没有教好自己, 明明机关算尽, 却还是满盘结束。 因她辱骂天威, 皇帝狠狠责罚了我父亲, 说她管教子女不严, 贬了她的官, 让她束手边疆, 大夫人也随她一同前往。 边疆苦寒, 大夫人在那边没熬过一个冬天, 就撒手人寰。 而我被恩准离宫, 我拒绝了皇帝赐给我的黄金百两, 而是向他讨要了一块牌匾, 那是赐给我师父的。 又是一年春日, 我在京城最热闹的街市, 开了一家医馆, 在医馆的门口挂着医者人心的牌匾, 每日来看诊的人络绎不绝。 如今所有人都知道, 我师父是玄乎济世的神医, 医生从未出错。 我收了几个徒弟, 虽然我的手废了, 但我可以交出更多的人, 将我们师们发扬光大。 我的徒弟中有一个女孩子, 天资聪颖, 年纪最小, 但最是刻苦勤奋。 我问她为何要学医, 她仰着脸, 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望着我。 我娘是姨娘, 她病了, 我想给我娘治病。 我摸了摸她的头, 告诉她一定可以的, 她和她娘都会长命百岁。 亲人尚在, 便是世间最幸福的事。 第二个故事, 我的贴身侍女, 是为我替家招进府的。 为了让她模仿我的生活习惯, 她与我同吃同住, 甚至待遇都与我一样。 我带她如亲姐妹, 可在大婚当日, 我却被绑上了花轿嫁给了疯子。 我被疯子折磨至死, 临死前才知道。 原来她是我爹养在外面的外侍女, 还是个穿越女。 再睁眼, 我回到了她进府的那日, 她正跪在地上, 小声祈求我, 求姑娘收留奴婢。 我板着脸, 冷眼看着跪在地上的宋千千, 迟迟不渝。 前世我与郑国后赵家有娃娃亲, 哪曾想赵家起了谋反之心, 最后全家被判流放, 只剩了个年迈多病的郑国后夫人 和失心疯的儿子赵琪在京。 赵琪天生大力, 手段残忍, 在十岁时就杀过人, 嗜血成性。 成年后她开始疯癫, 终日被锁在郑国后府, 不得出门, 就连父母也在她手下受过伤。 京中无女赶嫁, 所以郑国后一直咬着我们不放。 爹就想到找个人来代替我嫁, 宋千千便主动请婴, 父亲看着她那张和我几分像的脸, 动容了。 只不过入府后, 宋千千接触爹的机会就多了, 她的点子很多, 给爹出了许多妙招, 使得父亲关云亨通, 深受陛下青睐。 最后爹宁愿舍弃我, 也要扶正她这个外侍女。 屋里的人都可察觉到我情绪不对, 也没有一个敢开口为她求情的。 宋千千跪得久了, 身子都在发抖。 我心中冷笑一声, 寻思这才多久, 她就跪不住了。 如今看来, 她身上倒是漏洞百出, 打量着她身上的拆还首饰, 任谁看了都觉得她是寻常人家的小姐, 身上全无半分丫鬟的影子。 只怪当年, 我觉得她替我嫁给那手段残忍的疯子, 自此对她心中有愧。 于是我处处迁就容忍, 待她圣四亲姐妹一般好。 我整理好思绪, 松了口, 起来吧。 下面的人起身时, 身子都摇摇欲坠, 奴婢以后一定好好服侍姑娘, 任凭姑娘吩咐。 我却没接她的话, 只是岔开话题。 你叫什么? 她神色一愣, 回复我, 奴婢叫宋千千。 话音未落地, 我身边的云儿就起了反应。 我看向云儿, 她微微汗手, 心领神会。 你重新想个名字, 不能和主家撞了性。 宋千千皱眉, 看样子是不愿意。 我看出她的不愿意, 假意开口解围, 将自己伪装成前世那般单纯。 这扮猪吃虎的手段, 她不是最爱吗? 你就留在我院子里吧, 正巧我缺个倒夜香的丫鬟, 你看如何? 听到倒夜香, 就算宋千千伪装得再好, 脸上也出现了一丝裂缝。 我知道她为了留在我院里会答应的。 果不其然, 她点头答应。 奴婢愿意, 只要姑娘愿意给一口饭吃, 让奴婢做什么都愿意。 还真是会伪装, 我上辈子就是被她这样骗过去。 那好, 你便把你生气浇上来, 我就收了你。 听到要生气, 宋千千正在原地, 半天都没反应, 似乎压根没想到我会有这处。 云儿虽不知我的目的, 但看宋千千这犹豫不决的态度, 心里也猜到半分不对劲。 你既是入府为奴, 为何不早早将生气准备好? 既是没做好准备, 那便回家拿生气再说。 剑开始赶人, 宋千千急了。 是宋老爷叫我来了, 小姐就通融我这会儿, 待我明日一定将生气补上。 宋千千声音拔高, 情绪一下就激动起来, 眼神时不时就撇向门口。 我知道, 她是在等爹来替她解围, 而爹很快就赶来, 她竟污间气氛有些紧张, 便主动询问, 浅浅, 可是这丫头不如你? 宋千千本以为就此得救, 松了眉头。 第二章, 发难可我却皱起了眉, 表现得委屈起来, 锤姐点了点头。 爹爹, 她好像是故意戏弄我, 人嘴上说着入府为奴, 可生气却一点都没准备好。 我扯了扯爹的衣袖, 模样可怜, 要不就还是让我嫁进 那吃人的赵府吧, 我愿意替爹赎罪。 这个时候的爹还是心疼我的, 婚事也是他得了赵家的好处, 自作主张替我定下。 听到我这话, 爹一下来了火气, 加上他本就心虚, 也不愿将他留在府里。 他怒视着宋千千, 来人, 给我将他赶出去。 这可是宋千千好不容易 才求来这次进府的机会, 说什么也要留住的, 不然爹多久, 再去看望, 他一次都难说。 他扑通一声跪下, 立马从怀里摸出了生气。 我忘了我带了, 生气就在这里。 他举着生气, 这次都不用我示意, 云儿就很识相地上去抢过生气。 生气被抢, 宋千千激动起身, 想要夺回来, 却被云儿一个眼神瞪回去。 都出来坐下人了, 你还摆上谱了。 云儿这红脸唱完, 自然轮到我, 我假意走到宋千千面前。 你可别介意, 云儿就是被我惯坏了, 说话有些不入耳, 你以后入府, 就是我身边的人, 我以后定会好好待你。 我故意咬中后面几个字发音, 宋千千是何等聪明的人, 见我这样, 她一下就猜到我刚才是故意的。 而她也入了套, 宋千千自此入了我府中, 彻底沦为我到夜乡的奴婢。 夜晚, 爹罕见地来了我院里, 屋内烛火摇曳, 硬得爹的脸有些昏暗, 我看不真切。 我看着这张脸, 从小宠我到大的父亲, 日后会立意熏心, 彻底将我抛弃, 选择宋千千。 甚至不顾我死活, 想到这里, 我心变钻心地疼。 浅浅, 那丫头毕竟是招进来, 替你日后受罪的, 为了不让赵家起疑, 为父觉得, 她说了一大通, 目的就是让我把宋千千 调到身边来。 看来是宋千千吃不了苦, 通过去找了父亲卖惨, 这会儿, 父亲才来我院里求情。 我点头答应, 好啊, 既然父亲都开口了, 那他以后便像女儿一样 来伺候我吧。 见目的达到, 父亲松了口气, 眉眼的笑意更甚。 我半开玩笑时地开口, 说来也是怪, 那丫头倒真像我, 不过与父亲更像。 父亲目光微致, 而后出口怒声训斥我, 提高音量, 想要掩饰自己的心虚。 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 要是给有心之人听去 会怎么想跌跌。 人一心虚化, 就开始变得多了起来。 浅浅墨说那种下贱婢子 和爹爹相似的话, 做见了我们。 我笑了笑点点头, 连连赔不适。 好, 是女儿的错。 我看到一直在门口的人影, 在听完我和父亲对话, 很快便消失。 想来宋千千听完这话, 这会儿心里难受得慌吧, 如今她不得适, 只能自己消化, 也无处倾诉。 我承认宋千千的确很聪明, 也知道如何能尽快地讨人欢心。 她总是有她的法子, 我原本以为只要我能拦着, 不让她见父亲, 这样她令我没想到的是, 她居然又攀上了祖母, 听闻是祖母的就急被她想的法子 给彻底治好了。 祖母差人让我去她院子, 我刚坐下就是劈头盖脸一顿训。 浅浅, 这千千本就是你进府替你日后受罪的, 要算起来的话也算你的恩人, 你如今让人到夜乡替你做粗活是什么意思? 第三章, 讨好祖母回祖母, 我只是想让她尽快熟悉府里, 准备带她熟悉会儿再调到我跟前来。 祖母坐在主位, 宋千千站在她身旁。 宋千千真的很有手段, 祖母一直都看不起我母亲是商户之女, 连带着我也一起不喜欢。 我对她感情也不深。 如今, 祖母倒是为了吓人第一次训我, 还和我撕破脸皮。 这都半月过去了, 还没熟悉。 你这刁蛮的性子倒是十足实地得了你娘真传。 听外祖母提起娘, 我心中的怒火再添了一把火, 不等我开口, 贬低我娘的话就如同鞭炮一般在祖母里口中而出, 怎么也停不下来。 想到前世, 她怂恿我父亲扶正宋千千, 我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 我极力控制情绪, 祖母, 我娘带你不薄, 你现在吃穿用肚, 哪样不是用我娘的钱买的? 你一口一个商户女商部的台面, 孙女倒是想问问, 祖母你这窝在后院, 一直啃尸而息的嫁妆就风光了。 见我顶嘴, 祖母目光一沉, 将手中的茶杯摔在我脚下, 茶杯被摔了个四分五裂, 屋里的所有人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头刚刚还扬得跟孔雀似的宋千千, 这会儿就跟安纯一样, 埋头降低存在感。 祖母气得起身, 目视我, 放肆, 哪家的规格女儿敢这般态度和长辈说话? 我只是祖母, 说话匀素。 祖母若是还想要从前那般待遇, 就别再插手管我房里的事, 否则可别我很心, 如今我已积极有权掌管账房银子支出。 外祖母气急败坏, 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 你, 这宋家全靠着我娘的嫁妆养着, 祖母日子十分奢靡, 爹更是拿银子, 时常宴请朝中好友, 每次都是好几百两的支出。 要是靠着他那点俸禄活的话, 这宋家早就和系北风, 遭人笑掉大牙。 这世道人人都看不起商户, 可偏人人都爱财。 我起身, 冷眼看着宋千千吩咐, 云儿把人带回去。 等云儿把人带回来, 我吩咐人把院子门都给关上。 宋千千刚进门, 就被身后的人一棍子打在膝盖, 她吃痛惊呼一声跪了下去。 我错了, 求姑娘原谅, 我下次绝对不敢了。 兴许是怕棍子又落在身上, 宋千千认错的速度极快, 边说边磕头。 把人扶起来, 谁让你这么对她的? 我急忙站起来去扶宋千千, 训斥到云儿把人拖下去。 丫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着急辩解求饶。 宋千千抬起头, 眼神之中充满疑惑, 对我的反应表现得十分讶异。 姑娘, 你, 你不怪我吗? 我摇摇头, 心疼地替她揉腿。 还疼吗? 那死丫头, 只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从祖母那回来后。 我也反思后觉得, 祖母说的是, 算起来你还是我们宋家的恩人, 我不该如此对你的。 我眼神浅退中房里的人, 只留我和宋千千。 明天我就会去向祖母请罪, 祖母喜欢你, 到时你可要替我说些好话, 如今她年岁已高, 气大伤身, 为了我气坏身子不值得。 宋千千半信半疑, 说话依旧小心翼翼。 不是的姑娘, 老夫人定不会责怪姑娘, 姑娘莫担心。 她话音落地, 外面就响起刚才那丫鬟的惨叫声, 宋千千身子一颤。 我已经差人去通知过父亲, 从今天请你和我同吃同住, 眼看成亲日子越来越近, 我提醒宋千千, 变相地让她尽快行动, 比起前世, 她的计划已经延迟了大半个月了。 在回院里的时候, 我想过将她狠狠按着出一口恶气的, 但最后冷静下来才反应过来。 我还不能让宋千千过早地警觉提防我。 宋千千前几日还是和从前一样, 谨小慎微地做人, 但随着做主子的日子越来越长, 她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 她并未苛待吓人, 反而处处为他们着想, 嘴上常常说什么人人平等。 可眼里那股不屑是怎么都藏不住的, 她明明十分享受这种被人伺候的日子。 第四章, 和父亲起争执, 同样她和父亲的感情也是突飞猛进。 在宋千千的帮助下, 爹爹似乎已经攀上了太子, 时常带着宋千千出门。 经中传闻, 太子新月之人是位大才女, 也引得一向是才学为命的太子, 为了那位才女屡次顶撞皇后。 宋千千让父亲安排她和太子见面, 两人游山玩水, 每到兴透上她便开口成章。 听到这里, 我不由地佩服起来。 她这招比前世要高级多了, 前世她就是在酒馆吸引的太子, 没有任何氛围, 只有一群不懂诗的, 直懂起哄的人。 比起前世, 这下她更能吃牢太子了。 浅浅, 为什么帐房连三百两银子都支不出来了? 父亲不乏匆匆来到我房里, 人还未进门, 质问就先一步进门。 我将账本合上, 看向她, 回父亲, 前些日子阿旧生意周转, 需要十万银两, 我把钱都借给她了。 听到我借出去了十万银两, 父亲愣了愣, 半天没反应过来。 你说借了多少? 我, 十万。 父亲听后, 气得面红耳赤, 脖子上的青筋凸起, 糊涂, 你为什么没和我商量? 娘去世前说过, 待我急急后, 有权处理她的嫁妆, 女儿只是将娘的钱借给了她弟弟, 女儿有错吗? 是啊, 我用的只是我娘的嫁妆钱, 又没动他们宋家的钱。 如今, 宋家却连三百两都拿不出来, 真是可笑。 啪, 父亲扬起手, 重重扇了我一巴掌, 我险些站不住脚, 扶着桌子, 才勉强稳住身子。 女儿赶紧扶住我, 出声, 老爷你怎么能? 不由分说, 又是一声巴掌声。 女儿哽着脖子, 怒视父亲, 老爷, 你不能这样对姑娘。 我将女儿拉到身后去, 又脸传来火辣辣的痛感。 父亲如今说什么都没异议, 我用的都是我娘的钱, 不是宋家的钱, 爹若是需要钱, 就自己想办法吧。 父亲重重一哼, 气得结巴, 最后甩袖离开。 临走前留下一句, 你娘的钱就是宋家的钱。 我真是养了一只白眼狼。 带爹走后, 云儿心疼地问, 姑娘疼吗? 我苦笑摇了摇头, 望着父亲离开的方向愣神。 父亲, 你可别怪女儿不易, 是你先不仁的。 在宋千千和她妇女情深的时候, 我早就和阿旧说了实话, 所以明面用借钱作为借口, 暗中将娘所剩的嫁妆 都偷偷转移出去, 我的目的就是架空整个宋家, 不给他们任何翻身的机会。 就算太子喜欢宋千千又如何, 我不信皇后会让一个外侍女 做太子妃。 在此之前, 我必须阻止父亲往上爬, 可事实证明, 我真的低估了太子 对宋千千的感情。 晚上宋千千就来到我院里, 浅浅, 你可是和父老爷吵架了。 宋千千那句父亲 差点脱口而出。 嗯, 千千你说, 难道我把钱借给阿旧 真的是做错了吗? 我拉着他手问, 面对我如此亲密的举动, 他先是一正, 随后安慰我。 你没做错, 可老爷好歹也是当家的, 你说什么 也该和他商量商量的。 在看我脸上的巴掌印后, 他又虚情假意地 关心了我几句。 我开始给他上眼药。 没事, 就算我们家日子过得再清贫, 也定不会少了你的那份嫁妆。 眼看下个月初五, 你就要替我嫁进赵府, 我是真舍不得你了。 第五章, 出嫁果不其然, 我一提到这个, 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他也意识到自己表情变化太快, 怕引起我的怀疑, 握着我的手轻拍手被安抚我。 我进赵本就是为此, 再说, 你对我那么好, 就算是让我为你去死, 也是愿意的。 看到他这副姐妹情深的模样, 我看迷了眼, 这人还真是慧眼。 如今父亲没钱, 是宋千千将自己的私房钱 拿了出来贴补他。 我看着宋千千, 心中无限感慨, 这才入府一个半月, 就能随随便便拿出三百两, 我还真是低估了宋千千脸财的手段。 我娘的嫁妆也真是雄厚, 这么久了都没被父亲和祖母败光, 我安插在她身边的丫鬟 被她轻飘飘地偷窃罪给处死了。 这样下来, 我和她只差没有撕破脸皮了, 父亲也越发信任她, 晚上父亲再次来到我院里。 浅浅啊, 上次的事情是爹爹冲动了, 你没怪爹爹吧? 不怪, 爹爹今日来可是和我说千千出嫁的事宜, 我放下笔起身前去迎接父亲, 听到我提起婚事, 父亲似乎想起什么, 是是是, 今日下午赵家那边来催, 说是赵夫人要带着人回老家去, 所以希望将婚事提前, 后日就要出嫁。 见她这样话多, 想来应该是想来, 给我做思想工作, 让我乖乖嫁人。 可我偏步, 我已经做好准备, 在适才如命的父亲面前, 只要我让嫁妆, 那她必定会一开始去劝说。 宋千千如此警惕的人, 定会变清父亲在利益面前, 她同我一样, 不知一提。 这么急, 照之前说的办就行, 我似乎又想到什么, 不过我是真把她当妹妹了, 所以女儿决定把自己的嫁妆都给签签。 爹原本眼神悠悠郁郁的, 近来时又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听到我要掏腰包补贴送签签。 此刻她嘴角笑容快裂到耳后根去。 看到这里, 我发现原来记忆中父亲已经不复存在, 当下我得保证自己不嫁入赵家, 这样我才有和他们抗争的资本。 这段时间, 穷怕了的父亲听后十分开心, 时隔那么久, 第一次对我露出笑容。 好好, 还是浅浅想得周到, 有你这个女儿真是为父三生有幸。 没说几句, 父亲便说要去吩咐宋千千后天出嫁的事情。 爹, 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去通知她吗? 为什么最后还是我去嫁? 我跟在父亲身后来到了宋千千的院子, 我隔着老远就能听到宋千千的埋怨声。 爹急忙安抚她, 千千乖, 那丫头说了会把自己嫁妆分一半给你, 只要为爹为太子寻得那副美人娇的话, 第一时间接你回来。 宋千千尖叫着, 我不嫁, 我不嫁, 我是要嫁给太子的, 爹, 你真的忍心让我嫁给拿逃命鬼, 想让我去死吗? 可此刻父亲已经立意熏心, 早就将女儿幸福抛之脑后, 嫁不嫁都由不得你, 你不嫁生气永远捏在那丫头手里, 你甘心做一辈子贱奴。 宋千千亚然, 差点忘了生气这件事, 她不是没想要过生气, 甚至还派人来偷过。 这些天她重心都放在太子身上, 自然忘了这件事, 而父亲想要钱就会用这个拿捏她, 可她不甘心, 凭什么自己要做宋千千的替罪羔羊? 她这么聪明, 绝对不能嫁给一个超熊男浪费自己的人生。 她的目标一直都是做皇后, 只要拍上太子, 那她就离皇后的位置更近一步, 可嫁了人就绝对做不了太子妃了。 第六章, 父女离心好, 既然爹如此狠心, 那我嫁便是, 最诚之子和太子, 爹爹选前者当真是糊涂。 她拿出自己的杀手锏, 开始威胁父亲。 若女儿嫁给太子, 就算是妾, 想来爹爹的路, 也会比现在好走许多。 终于, 宋千千冷静下来, 她提议, 我可以嫁, 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到时候, 爹爹你找个女人丢到赵家去即可, 这样也能得到她的嫁妆。 这, 这能行吗? 屋里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 有何不可? 难道我帮你的这些日子, 你真以为, 你还是当初那个任人拿捏的酒品官? 宋千千气得口不择言, 爹陷入沉默, 随后做出决定。 好, 就按照你说的做。 难怪啊, 前世我嫁入赵家没多久, 宋千千就入了太子府, 成了侧妃。 她的野心可真够大的。 可有了这次后, 宋千千也对爹失去了信任。 由于赵家是最沉, 所有红白事不得张扬, 所以早早请人弄了亮小红轿, 在片门等着。 这算什么事, 竟然还让我从片门出嫁。 我还未进门, 就听到宋千千的咒骂。 千千好大的火气, 可是昨晚没休息好。 我领对云儿进门, 云儿从怀里掏出宋千千的身气, 上前一步交给宋千千的丫鬟。 这是你的身气如今出嫁, 那你以后便是赵家的人了, 这身气我也理应还你, 希望千千你以后好好过日子。 宋千千看着身气的眼神炙热, 等身气彻底回到自己手里, 才露出笑。 没有, 只是我现在代表的可是姑娘你, 他们赵家如此不尊重姑娘, 从片门迎娶嫁长女, 这要是传出去, 给人笑话死。 我轻轻一笑, 坐在她旁边, 所以呀, 还好嫁的不是嫁长女, 不然可真叫人笑话。 你, 我又起身接过丫鬟手中的不摇, 亲手替她粘入发迹。 看着同镜里的两人, 倒是有四五分相似, 乍一看, 还以为我们是双生姐妹。 收了我的好处, 可要替我好好照顾你未来婆婆和夫君啊, 千千。 我扬起笑容, 抬起她下巴, 逼她只是敬忠的我。 宋千千何等聪明的人, 她一下就读懂我话中的意思。 她皱眉, 疑惑地看着我,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来人, 宋二姑娘出嫁。 宋千千惊恐地看着涌入房里的几位 手上拿着麻绳的婆子, 吓得起身往后退。 宋千千, 你想干什么? 我坐回椅子上喝着热茶, 吩咐, 动作都麻利点, 别误了及时。 爹, 爹, 快救我呀。 宋千千抄起身边的东西, 就朝婆子们砸去, 可都是在后院讨生活的人, 这可唬不住他们。 三两下就将宋千千捆得老老实实, 我亲手将棉布塞入她嘴里。 她恶狠狠地瞪着我, 嘴里支支吾吾的吼。 这只是开始, 我奉劝你, 还是留着力气用在赵家。 宋千千被几个婆子架着进了花轿, 而父亲埋伏的人, 也早就被阿舅的人给处理, 宋千千一路畅通无阻地去到赵家。 我放出消息说, 宋府认回个二姑娘, 如今架了赵家, 想要彻底断掉宋千千出逃的念头。 一下子就传得满城皆知, 可谓是沸沸扬扬, 气得父亲回来又甩了我一个巴掌。 逆女, 你既然知道她是你妹妹, 你还这么对她? 堆积在心中的委屈, 就在此刻爆发, 我眼眶蓄满泪花。 冷声质问, 我的妹妹? 只比我小几天的妹妹, 那爹你告诉我, 我在外面到底还有多少弟弟妹妹? 第七章, 老天助我的贱人, 你敢顶嘴。 雨碧她又想动手, 这次被雨碧一把推开, 老爷, 你若是不代见姑娘, 就别怪奴婢通知老家那边, 派人来接姑娘。 雨碧三番四次地为我顶撞父亲, 她早就看她不顺眼, 你个贱蹄子也敢教训我。 我们宋家人还没死绝, 还用不着一个丫鬟来教我做事。 父亲张红脸, 眼神在桌上来回寻找, 很快目光锁定在一盏茶壶身上。 你们邻家堪比天子高贵, 丫鬟都敢骑到我头上来了, 今日我定要给你们些苦头吃吃。 说着, 她就要将手中的茶壶朝雨儿身上砸去。 父亲, 我伸手去拦, 却被雨儿推开, 茶壶四分五裂, 雨儿额头被砸了个大口子, 鲜血顺势流下。 让你的人撤走, 我要接回千千。 门口的人听到动静进门, 赶紧将雨儿扶了出去。 绝无可能, 这个家有我就没她, 我走了你们都别想 拿到一分钱, 她能给你带来权, 可在权的根本之上, 不就是钱吗? 我倒是好奇, 你们要是没钱, 如何去讨好那些人。 我和父亲在书房爆发争吵, 最后雨儿晕倒结束。 表哥的好友, 正巧是太子陪读, 我拜托表哥, 从中牵线, 介绍我们见面。 但这是一直迟迟未有进展, 只听说, 最近太子在寻一幅美人娇的话, 只要谁寻到他定会当面感谢。 趁着现在宋千千不在, 我需得尽快拉拢太子。 我从小跟在娘身边, 对名字画帖有过了解, 但这美人娇我还是从未听过。 我犯起了难。 然而, 计划并非一帆风顺, 很快阿舅就传来消息, 她的好几批货物都无故被官府扣押, 挂在她名下的一些产业, 也无故被找麻烦, 只能避电, 如今损失十分惨重。 我第一时间怀疑宋千千, 可她现在去了赵家, 我心中隐隐不安, 派人去调查她的踪迹, 可看到回信的那刻, 我一下愣住。 信上说, 宋千千再入赵家不足三天, 就已经出逃, 早就没了踪迹, 而我派去驻守在赵家的人, 也全都死了。 她一个人肯定是做不到的, 但父亲最近也没有动作, 根本没时间去救她。 不对, 我的人都死了, 她是怎么杀死的那五六个成年壮汉的。 首先, 宋千千定不会让太子去救她的, 这样她的清白就成了谜, 她不会冒这个险。 那能救她的, 就只有父亲, 可父亲身边的小丝与我禀告的, 都是父亲没有动作。 看样子, 我是被出卖了, 我上个月才花钱买通父亲身边的人,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她发现了。 我感觉到心口有什么堵着, 让我憋得慌喘不过气。 姑娘, 我看了云儿头上的伤口, 问她, 为什么要推开我, 你明明不用遭这皮肉之苦。 云儿放下托盘, 将糕点一一摆放在我面前。 奴婢若不吃点苦, 姑娘怎会更加看清老爷的嘴脸, 我们姑娘啊, 最是心软了, 以后得下狠招永绝后悔的才是。 我拿糕点的手顿住, 看向她, 原来云儿都知道的, 她知道我在为自己盘算。 我咬了一口刚出锅的桂花糕, 嘴里甜甜的, 似乎心里也没那么苦了。 云儿抱着托盘说, 姑娘若是有需要, 可去看看夫人的陪嫁, 兴许能有姑娘想要的。 果然在云儿的提醒下, 我在娘的陪嫁里找到那幅名为美人娇的话。 我抱着话, 激动地叫出声, 真是老天助我。 第八章, 计划落空, 云儿得知我需要美人娇后, 听着有些耳熟, 然后跑去找了我娘的陪嫁单子, 里面正好有这幅画。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 太子还没来, 宋千千就已经在厢房里坐着了。 宋千千嘴角和额头之间有多处于轻, 看样子是在赵家吃了点苦头才溜走的。 这一幕令我解气不少。 宋千千醋溜溜地说, 姐姐, 几日不见, 你的气色越发红润, 想来日子滋润得很。 我含笑点头, 无视她脸上的伤, 假意寒暄。 妹妹, 你这脸怎么了? 妹夫怎么没来? 听到我提照齐, 宋千千脸色突变, 她瞪我一眼坐下, 不再和我说话, 似乎是不想提及这个人。 房里就我们两人, 气氛安静地吓人。 沉默许久, 她开口打破僵局问, 你什么时候知道, 我是爹的女儿的? 我从未见过哪个丫鬟, 如此爱往老爷书房里跑的, 还处处为她出谋划策的, 起初我还以为你想做偏方, 结果调查后才知道, 原来蒙在鼓里的傻子, 就我一个。 我才不会和蠢道, 和她说, 我是重生。 我能调查出来, 也不是很稀罕事, 毕竟钱能使鬼推磨。 她冷声提醒我, 我本是想和你和平相处, 可偏偏你不愿这样, 那以后你就别怪我不念及往日情分了。 我吃笑出声, 看向宋千千那张满是瘀青的脸, 心中大爽。 你口中的和平相处, 不过就是想让我成你的垫脚石罢了。 宋千千还想反驳, 但外面传来男子的谈话声, 还伴着爽朗的笑声。 她起身迎接, 可我从未见过太子, 只得匆匆行礼。 乃曾想率先进来的, 居然是她身边的小司。 见过太子, 于是太子进门便不悦, 太子一身精致白袍, 发束精灌, 眸子闪着亮光, 带着些迫切, 淑眉浅笑。 千千, 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何人敢伤你? 快告诉我, 我这就去为你讨公道。 太子进门就越过我, 直接快步朝着宋千千走去。 太子看到她脸上的伤倒是满眼心疼。 宋千千千适时地开始抽气哭惨, 然后时不时地看向我, 似乎我才是动手打了她的人一样。 而我抱着美人娇, 就像笑话一样, 跪在地上在一旁看着他们。 见到这一幕, 我已经猜到我的计划落空, 失落感将我吞没, 让我感到十分无力。 宋千千故意拉着太子, 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而我一直跪着, 就像我和她初见时一样。 终于, 太子注意到我, 起来吧, 就是你有美人娇。 我微微汗手, 忍着膝盖钻心的痛递交给她, 请太子过目。 她接过话打开, 开始眼里有过一瞬的亮光, 一不开眼, 直接看迷了眼。 旁边的宋千千, 见到这一幕, 她袖眉微醋, 拉了拉太子的衣角。 李琳, 我伤口疼, 太子立马回神, 关心她, 那我带你去看御医。 太子将话丢到桌上, 急忙拉着宋千千, 两人准备往外走。 宋千千突然顿住, 姐姐, 这美人交是太子为我寻得, 既然是你娘的陪家物, 那妹妹也不好夺人所爱, 你还是拿回去吧。 好, 我握紧了拳头, 任由指甲陷进肉里, 我也毫无知觉。 原来太子大费周章地寻找这话, 是为了她, 我真的觉得自己更像笑话一样。 等着人走后, 我呼出一口浊气, 内心失望。 我胆了胆身上的灰准备, 带着云儿离开。 云儿, 我们回去吧。 第九章, 合作是你, 林世杰的小表妹。 我刚出酒楼, 就撞上正进门的两人, 为首的男人开口。 你是, 我看着人有几分眼熟。 他身旁的小四出声提醒, 这位是三皇子, 还不快快行礼。 不用, 我与你上次见过, 你可还记得? 我记起来了, 在上月我和表哥吃饭商量事情, 当时还有他的三两好友, 正好这就是其中一位。 他是三皇子, 刚被羞辱的我此刻, 正在气头上。 三皇子, 我有事想和你商量。 他眼神有几分讶异, 问我, 哦, 你能有什么事和我商量? 我告知三皇子, 我愿意出钱, 替他招兵买马, 只要能用上钱的地方都可以叫我, 定当竭尽所能帮助。 我只想有人能压制住父亲, 然后再把宋千千交由我处理。 他问我, 那可是你亲生父亲, 你下得去手? 我的父亲早就在我娘死的那年也死了。 看着气氛越来越僵, 三皇子爽朗一笑, 你说了那么多, 可有问过我是否想当皇帝? 我愣住了, 好像的确是我操之过急并未询问过他, 下意识以为他也有野心。 见我这样, 他笑得更大声, 也罢也罢, 不逗你了, 我虽没有这个心, 但你这个忙我帮定了, 回去等我消息吧。 听到他同意后, 我才敢松口气。 不得不说, 三皇子的确是位不错的皇子, 往后和他相处的一段时间, 我发现他并未有当皇帝的念头, 可他亲近百姓, 深得人心, 理应能成为贤君的。 有了他出手, 很快就见成效, 阿旧那边的生意已经恢复正常。 我们的计划一切都在进行中, 三皇子开始瓦解太子内部。 没想到, 我本是想要向太子献宝寻求帮助, 最后却阴差阳错, 和三皇子达成合作。 但太子有了宋千千的帮助, 皇灾抗洪那些困扰皇上许久的问题, 都被轻松化解, 现在太子受百姓爱戴, 深得人心地位不可撼动。 父亲再次不顾我意愿, 替我答应了一门亲事, 户部侍郎的嫡子顾长青, 通知我半月后出嫁。 我知道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可三皇子却始终不疾不徐, 安慰我在等等。 我想过任命, 劝说自己嫁给他, 也比嫁给赵琪好, 可心里始终不甘。 那日三皇子生辰艳, 我得到消息, 匆忙往王府赶去。 我戴着面纱从后门进了王府, 三皇子的小厮告知我, 原来是近几日, 三皇子频频出头, 抢了太子的风头, 惹得他不满。 宋千千买通府里丫头, 企图下药让三皇子当众难堪, 想让皇上知道他不堪重用。 没想到被以其之身还至其人之道。 如今, 他自己喝了下了药的酒针和太子两人在后花园翻云覆雨, 颠缆捣缝好不快活。 这事被不少官卷都看了去, 想来马上就要传遍京城, 沦为百姓饭后谈资。 三皇子见我来, 露出笑, 怎么样, 我这第一炮打得够响亮吧, 但这只是开始而已。 我有些惊讶, 没反应过来。 你的事我也听闻, 你别担心, 这门亲事可是我们费力促成的, 你可要好好配合。 等我离开王府, 三皇子叫住了我。 若, 你父亲也会受牵连, 你可还要继续。 我身形一顿, 回复, 继续。 第十章, 结局一下就变天了, 太子当众出丑, 有辱官家脸面, 被皇上罚了禁足, 而宋千千被皇后罚了掌嘴五十家凉汤一碗, 然而, 这真的如三皇子所说, 真的只是开头。 很快, 国账卖官欲绝被三皇子的人弹劾, 铁证如山, 都还没下朝, 就被处死在外面。 皇后落败, 应了那句话, 强倒众人推, 现在皇后娘家受难, 后宫被皇后欺压过的妃嫔, 全都开始跳出来, 细数皇后的恶行。 而皇后被废, 太子所有的事都是由皇后一手安排, 她平日就是个提现玩偶, 被皇后操控。 包括支持太子的, 也全是因为皇后的原因, 才心甘情愿拥护一个整日银屎作对, 似乎不关心朝政的傀儡。 如今皇后倒台, 太子身后的那群人纷纷倒戈, 跟了三皇子。 太子被禁足不得适, 加上皇后娘家做了如此多丧良心的事, 太子彻底失了民心。 宋千千很快就落到我手上, 我看被捆得严严实实的宋千千, 她脸上的伤还美好, 肿得像了猪头。 宋千千躺在地上大声质问我, 为什么你如此恨我, 难道就因为我是爹的外侍女? 你一定要让我死你才甘心吗? 兴许是自己也知道自己没了转环的余地, 宋千千嘴里开始说些我听不懂的话, 难道你也是穿越女? 不, 不对, 你是攻略者, 你快回答我呀。 我看着近乎癫狂的人缓缓摇头, 她不死心, 那你是重生的? 我没说话默认了, 她开始大笑, 笑得她眼泪都出来了, 宋千千似乎理解为什么我如此恨她了。 那就好, 重生的罪窝囊了, 自己没本事就得靠歪挂来第二次, 看你这样想必前世没少吃苦头吧。 我蹲下身, 开口, 所以我现在也要让你尝尝我前世的那般滋味了。 你什么意思? 你要送我去哪里? 我叫来人把她带上马车, 父亲眼中情绪复杂, 但却始终没有阻拦过我。 见我转身, 她又扬笑, 开始和我道歉。 浅浅, 前些日子是爹被猪油蒙心, 才会被这贱人骗, 还好有你在, 不然爹爹都要被她牵累, 还好没事, 不然爹是真放心不下你啊。 她开始拼命地和我解释, 把责任全部都推在宋千千头上, 似乎她以为说清楚, 我们就能重归于好。 我看着越发虚伪的爹爹, 也回一假笑, 女儿不会怪爹爹的。 我叫住她, 父亲, 女儿过几日就要出嫁了。 是了, 事情终于要结束, 而我也将彻底不再是送家的人了。 好, 顾家好啊, 顾家现如今是圣上面前的红人, 你可要好好服侍家中长辈, 也别忘了咱们家呀, 时不时地和你夫君提提爹爹的好, 之前爹爹和她有些误会, 她到现在还是在为她自己做打算。 我听完点点头, 准备转身离去, 而后停下, 再次叫住了她。 爹, 往后日子珍重, 她有些疑惑, 你可是不舍得了? 无碍, 顾家离我们家不远, 想家了随时回来。 我摇摇头没再回话, 出嫁只是幌子, 三皇子怕到时候迁磊到我。 我是嫁出去的人如同泼出去的水, 到时候就算是连坐三族 也能派人将我保下。 出嫁那日, 我的娇子一直到城外的一座庄子, 庄子被打扮得十分喜气。 我入了洞房, 有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顾大哥, 谢谢你这次帮我, 以后若是有需要我叮当全力相助。 我和他素不相识, 但是他还是愿意帮我, 这份恩情我怎么也不能忘的。 他笑了笑, 快走吧, 省得待会儿宾客多起来出府就麻烦了。 我换好便服, 在他的安排下出了府。 奇怪, 出宋家我并未觉得松了口气, 出了这头次来的庄子, 我倒如释重负。 我带着云儿直奔赵家老家, 想来他这些天也遭了不少罪。 而我和赵家的仇还未报。 赵家落败, 但生在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赵家还是有不少存淫。 看着这一户院子, 里面传来赵琪的怒吼声, 你竟敢还想着偷跑, 老子今天要将你的皮拔下来。 我刚来便撞见了这一幕, 宋千千声音尖锐, 一直在连连求饶, 可惜没用, 很快惨叫声就传出来。 我目睹宋千千被打昏迷的全过程, 动手吧。 云儿抬手示意, 一群人冲入赵府, 两道惨叫声响起后, 他们开始泼油, 然后一把点燃了赵府。 看着熊熊燃烧的大火, 我带着云儿离开。 后面有人传赵家的心腹受不了屈辱, 杀了赵母和赵琪, 然后放火自焚, 也烧了赵家。 而父亲在网上爬的时候, 手上粘了几条人命, 如今被查出, 被了判流放。 祖母一把年龄被判流放, 听闻还没走多远, 就患上风寒, 很快便走了。 我回到娘的老家和阿舅会合, 再无心嫁人, 一心跟着阿舅跑生意。 我才发现原来江湖之上的事情 有趣多了, 我这生定是不会再困在后院之中的。 全文完。 字幕志愿者 明镜需要您的权子推进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